惊悚悬疑恐怖剧是王村第五集 一个男人从窗户里爬了出来 他赶忙从屋檐处跳了下去 砸开想抓住他的警察 连忙跑了起来 此时阿川收到消息 目标往银座街去了 阿川连忙赶去正好碰到目标 男人猛然回头一脚踢开追兵 往楼上跑去 阿川跑到楼顶抓住他的衣服 一脚把他踢到下面 嘴里吼到你这个蠢货 男人还想爬上屋顶逃跑 阿川一个箭步冲上去 拖着他的双腿扔到下面 又是一脚踹翻男子 男子拼命反抗 阿川直接抄起箱子砸向男子 随后抱起男子狠狠往地上一摔 而此时真白正在班级上念着作文 这时的真白还会说话 性格也完全不一样 他念叨我爸爸是警察 家里有很多抓到犯人后获得的奖状 很多人都称赞他 但我不这么觉得 因为我爸爸是暴力警察 说完周围的家长 都露出怪异的脸色 有戏也有点猛逼女儿写这种东西 此时的阿川正在用惯用招式 一拳又一拳的猛猛捶男人 男人已经被捶得神志不清 嘴里和鼻子都满是鲜血 阿川还没罢休 嘴里喊着被你们这些家伙伤害的 老太太们更痛吧 这时同事们也是及时感到 要不然阿川还会一直打下去 真白念完周围响起了掌声 同学都说讲得太好了 而家长们都让孩子别发声 真白也是笑着 对有戏伸出大拇指 有戏直接表示没有大拇指 此时 阿川手上拿着真白的作文 笑着读到里面的内容 随即坐下表示 真白是天台 他也太会显了吧 有戏愁聋满面地夺过作文 真白正和朋友们玩耍着 这时一个男子 在外面停了下来 看向真白那边 看到真白他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真白看到男子 嘴里喊着阿易便跑了过去 阿川连忙跑过去 喊道真白不可以过去 阿易看到阿川跑过来 瞬间丢下东西往下面跑去 有戏抓住了真白 真白此时说道 可是爸爸又要揍阿易了 这时阿川正飞奔追着阿易 阿易正想往上爬 直接被阿川追上一把推到地上 为什么你这个混蛋会在这里 你不是正在缓行期间吗 阿易畏畏缩缩地回答着整理东西 才能搬家 阿川冷漠问道 你是来找真白的吗 阿易连忙反驳没有 然后往前面爬去 阿川一把抓住他的腰带 把阿易扑倒在地上 抓着一领威胁道 你要是再来件真白 我会杀了你 随后松开阿易 一脚把他踢开 远处的真白症 看着阿川的暴力行为 金野易 22岁因强制猥亵罪 目前还在缓刑期间 五天前 刚从拘留所放出来 他是猥亵儿童的重大嫌疑人 此时阿川正在和同伴蹲守目标 8岁女童走入嫌犯驻途 阿川听到消息 飞也式地跑了过去 此时同伴追了上去 表示时机还没到 不要冲过去 阿川来到阿易门前 用力拍着门 我是警察快开门 此时门内传来女孩的声音 这时阿川睁开眼睛 眼前的游戏看着醒来的阿川 庆幸阿川没事 真的太好了 两个村民也是笑着凑过来 阿川问道 这是哪里 游戏说道你 倒在河边 是消防队的人发现 并救了你 一旁的村民也说道看到 阿川倒在那边 真以为阿川进来 游戏提醒 阿川头受伤了 还不能起来 阿川回忆起 是那家伙 那家伙到底是谁 这时会接一群人来到病房 阿川质问你们 怎么在这里 我差点被你们杀了 随即看向 游戏有没有受伤 游戏急忙表示 是后腾家的人 来到派出所保护他们 避免其他粗暴的 后腾家成员攻击他们 惠戒一群人 连忙向阿川道歉 随后惠戒 推出一个和太医 很像的男子 男子表示 伤到阿川头部的 是他双胞胎哥哥 真的很对不起 阿川此时回忆 攻击自己的是 高大身影的老头 不是那个弱姬太医 惠戒说道后 腾家没有那样的人 阿川反驳 臭得像一头野兽 当时送葬队伍 就有这个人 此时惠戒嘲讽笑道 什么呀 你是狗吗 阿川顿时不乐意了 你刚刚在嘲笑我吗 没别的话 赶紧滚出去 有戏连忙说道 阿川怎么能这样说话 惠戒没有介意什么 表示现在就离开 在门前 惠戒朝着阿川说道 有些人还没自首 他不保证 那些人会做什么 你小心点吧 随后便和众人离去 找不到手机的阿川 直接起身 他要去逮捕逃跑的那些人 有戏拒绝阿川 可是缝了十三针 阿川表示自己没事 现在就走吧 诱不过的有戏 只好拉起针板 跟了上去 此时一辆面包车里 韶夫正拿着阿川的手机 听着里面的留言 中村医生说道 从那个手指头上 检测出了人类唾液 兽也可能被啃食过 韶夫一把夺过手机 交给他来处理 这时中村医生 收到阿川的短信 有事情想找医生面谈 方便什么时候见个面吗 阿川正回到家门口 小景正在等着他 阿川表示兽也先生 很有可能被他们抓住 小景说道 发生这种事 你还打算继续调查吗 阿川并不打算收手 这时小景 从包里取出一叠纸 说道这是他父亲的通话记录 最后一通电话 是一个奇怪号码 那是一个卫星电话 说完小景 便想上车离去 他说到后腾家的人 都失去理智了 但只有会接不一样 一切都关注了 这个卫星电话 是5个月的 4个月的 卫星电话